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又要開箱了 一如往常啦 我是跟大家一起來把這個Package打開 那這個物品的話 我其實要拍影片是稍微有點猶豫啦 因為這個物品跟我頻道 過去的調性跟屬性不大一樣 因為它有一點奢侈品的感覺 不過它這樣的一個產品非常的獨特 我想還是有拍影片的必要 那這個商品的話取得不易 應該是說是非常困難 那我是從 這個全世界去找商品的 因為它是限量商品 而且我開始要找它的時間有點晚 所以幾乎都賣光了 現在目前在市面上 全世界 大概只剩下三隻在販售 其中有一隻在我手上 另外兩隻還流落在各地的錶店 一個在加拿大 一隻在德國 那現在有沒有賣掉我就不清楚了 那我是買了意大利的這一隻 那這一隻商品的話它從意大利西西比島寄過來 那我當時一看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馬上就到全世界的總代理去找 那我總共記得91封Email出去 只有大概十幾封回信 那大部分都是告訴我已經賣光了 因為它全世界限量500字 好那我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紹說 這一個物品的內容 以及要協助我購買到這一個商品的這一家店 我也要幫他們介紹一下 打個廣告 那講到這個的話 跟各位說明一件事 因為我的頻道裡面 所有商品都是我自己購買的 所以沒有廠商贊助 那完全就是分享我自己的物品 那當然我也沒有開盈利 這個的話請大家放心 這不會有業配的問題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商品的話 它裡面 我從DHL寄過來的 那DHL寄貨的話 有一個缺點 就是這個稅金少不了 好 那它這裡面 就有很多 有關於這個 進口商品的一些說明 其實這個很詳細 它從歐洲寄過來 飄人過海 對 那它的寄貨地點的話 是義大利的 巴勒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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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個地名 在西西里島 好 那西西里島上面 最大的一個capital 那這邊當然也會有完遂證明 好了 算了 最近不少 好 來 那我們 就把它開箱了 那這家的話 我們從盒子上面 看得到這家店的店名 這家店是 它的念法 因為 我們接下來的商品的話 都是跟歐洲有很大關係 所以說它的發音都不會是用英文的發音 它這個用義大利地文來念的話 應該是叫 BR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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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家 賣商品給我的 是一家 還不能透露 我先開箱了 等一下再來介紹 好 來 那它這個包裝的話 還 還蠻仔細的 只是說 我覺得這個 因為內容物的話 算是一個貴重物品 我對它 對於它這樣的包裝 不是頂滿意的 因為 這個如果說 盒子有一些損害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糾紛 不過 我說實在話 你如果說 這個 以這個商品來講的話 它是不是真的貴重到 要很嚴密的去包裝它 那當然是見仁見識的 不過說實在話 它售價不算 親民 應該是 在 嚴密的包裝一點的話 會比較 減少糾紛 畢竟 漂亮過行 那我們來看看 它這裡面 是怎麼 你看我現在連要拆它的包裝 我都很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等一下 打開你就知道 為什麼說 我們連拆包裝都要很小心 因為我不知道它到哪一層開始 就是真正的商品層 我不知道到哪一層開始 我怕一撿就把盒子撿到了 撿破了 所以說我這個開箱的話 我也不如以往 我都是用那個瑞士刀 但是我這一次的話 就是用剪刀 希望說不要說 這個很粗魯的 就把 這個商品給劃破了 好 那我很小心翼的去開它 對 那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沒有開盈利的部分 對沒有錯啦 我真的完全 我都是分享我自己購買的物品 所以說沒有贊助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什麼業配問題 不過說實在話 這個商品 你也不需要業配 因為它全世界限量500支 早就賣光了 這個要買還買不到 對 那也沒有什麼好業配的 對 黏得蠻緊的 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 跟各位一起開箱有個好處 跟各位一起 感受啊 開箱的興奮感 好 那我已經把它打開了 它這個包裝還算妥當 還算妥當 好 還算妥當 那 它也有給我這個 這個 發票 好 出貨單 好 出貨單 我們放旁邊 好 來 我們已經看到本尊了 它是 好 它是一隻手錶 這大家可以明白說 為什麼我說 它跟我頻道過去的產品 它屬性不太一樣 這樣應該大家能理解了 因為我們一直要走親民路線 這個稍微算是奢侈品 那這是一隻手錶 那它的品牌 怎麼唸 Maurice Lacorre Maurice Lacorre 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瑞士錶 瑞士錶 瑞士錶 瑞士他們是講法文的 所以說 它的這個發音的話 都要用法文來發音才對 那我稍微一點點的法文 有了解 所以應該是 應該會蠻接近的 那當然是 pronunciation 然後會帶點台灣口音 大家都見諒 這如果說用法文來念的話 這個 i 跟 x 的話 這是不發聲的 所以說它應該叫做 Maurice Lacorre Maurice Lacorre 如果說是French 就是 Swiss French的話 它可能會唸成 Maurice Lacorre Maurice Lacorre 好 沒關係啦 搞不好練了半天都是錯的 好 那我把那個 東西拿出來 那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這一個 Maurice Lacorre 這個 這個品牌 這個 手錶品牌的話 它是中價位品牌 那當然 跟一些 百達斐力 艾比錶 或者是 殭屍單頓 當然是不同的等級 比不上 那跟老力士那當然也是差一大段 它大概是在中價位的 一個 這個等級 當然 比 這個 肖邦 比 IWC 比 Xenis 比 Omega的話 還在瑞低一點 它的等級大概在 可能比浪情高一些 比浪情好一些 所以說 就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 不過 在歐洲來講的話 Maurice Lacorre 它算是 很 很 很受歡迎的一個 錶場 對 那我必須說明一下 我對他們家的錶 是稍微有一點點偏愛 怎麼說你知道嗎 因為 來我們先開箱 來 就這樣子把它打開了 等一下再說 這一個品牌的一些小故事 那我們看一下它整個內容物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我覺得它 幫我把盒子保存的蠻好的 而且 來 我說明一下 這邊有他們這家店的一張貼紙 叫 BLARACO 在 法文 意大利文的話 它非常強調叫 R的發音 它這個地方 照理講應該是要彈死 BLARACO 我發音不太好 然後 這個 JOL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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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Paleauma Paleauma 這地方的一個錶店 那它錶店我到網路上去查過 算是很大的錶店 它在當地的話 規模蠻大的 有點像是我們台灣 大概像寶紅糖 那樣子等級的錶店 什麼 這個 很大錶店 然後它這個盒子的話 我覺得它 它錶盒做得還不錯 那 它的這個 Logo 愛美錶的Logo 也做得蠻好的 整個錶盒看起來很精緻 那 蠻不錯的 而且沒有什麼 刻碰傷 蠻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錶盒 它這錶盒的話 它後面 是一個 像這個夾扣 其實以我買手錶的經驗來說的話 這算是一個還不錯的錶盒 有超過它的價 跟它的價位是搭配得起 比如說是在話 我等一下會拿我其他的手錶做一個說明 其實這個大家很知道品牌的手錶很知名的品牌 其實它的盒子也沒有做得頂好的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再講 那以我 對於 我現在看到這個盒子來說的話 我還算是相當滿意 因為它還對得起它的這個 售價 好 來我先把它放到旁邊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就把它打開了 BRARCO 好 那我特別感謝 這家BRARCO 還有Jale Alley 錶店的一位 客服部的Christine小姐 她的 回覆都非常及時 而且很親切 好 我就把它打開了 那這個錶盒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內容物是這樣子 我 不太敢把它拿得太青倒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支黑色錶面的手錶 對 那 它是 就是 Limited Edition of 500 500限量 那 那 它這邊有寫了一些字 它說 Congratulations on choosing Maurice Lacroix What do you have chosen brand? Inconic design 好 Find Switch Colastic Manship And Powering Innovation 哇 它這個 Compromising Uncompromising Innovation 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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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有自信的說法 好 Your times now OK 它這錶合作不錯 那它這支手錶的話 它名稱叫做 Maurice Lacroix Icon Urban Tribe Urban Tribe 都會的圖騰 都會圖騰 那它是一個雕花手錶 那它的圖騰的話 取樣在這個地方 那我說明一下這支手錶 我順便在說明的構成裡面的話 也分享一下 我對於 Maurice Lacroix 這個愛媒錶 它的印象是什麼樣 來 我說明一下 這個手錶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個黑面的 那你在 光線的角度下的話 你會看得到它裡面有這個 釘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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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稱為巴黎釘紋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愛媒錶 他們家的特色 我說明一下 他們家的手錶很重視外型 它的外型都是非常獨特 也很有設計感 而且充滿了美感 再者的話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愛媒錶他們家的機芯打磨 都是非常的精細 我不知道我現在這個錄影機的解析度的話 是不是可以拍得到它的機芯打磨 雖然 我也要說明一下 這一支手錶的機芯 並不算是很好 它是用 Selita SW200-1 的機芯去修改的 那在那個 愛媒錶的生產線裡面的話 把這一枚機芯 訂一個編號 叫ML115 ML115 那Selita 機芯廠的話 它 它以前都是做這個 伊塔機芯的代工 所以說它有個好處是說 它所有零件都可以跟伊塔機芯做替換 不過它說實在話 它不算是一個很高階的機芯 那 不過我覺得 愛媒錶它有個好處 它 也不是這種頂高階的機芯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在機芯的雕畫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精細的 我們看到自動盤上面 都還有 Urban Tribe 就是這支手錶 它的雕畫的紋路 應該是看得 錄影應該是還看得清楚 然後包含了 它的打磨有珍珠紋 然後我看到它甲板上面又有 日內瓦波紋 珍珠紋 其實我在想 在七星打磨部分的話 它的分數是頂高的 絕對對著其他的價位 那 再來是說 我必須說明一下 它這一支手錶 它的歷史 它的故事 這是愛媒錶第一支雕花的手錶 那我必須說明 在我們這個市面上 做雕花的手錶 並不算多 好 然後我們繼續 說是開箱 開到一半 好像在開始講故事 再繼續說明一下 它這個錶盒裡面還有什麼 抱歉 抱歉 來 這個裡面的話 還有一本說明書 一本說明書 對 那這個的話 我先把它收起來 我帶大家翻譯一下這本說明書 那這說明書的話 有幾種語言寫的 對 那也有中文 然後也有日文 那這個是 阿拉伯語文 那這本說明書的話 感覺上有翻閱過的痕跡 那 所以說這本 這個翻閱過的痕跡 那 來我們看一下 它把 Date of Purchase 2022年3月7號 其實 3月7號那天 我付款的啦 但是 我一直到了3月10號拿到 其實還算蠻快的 動作蠻快的 3月11號 3月11號拿到的 那它也貼上了 Stamp of Ret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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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Ali 好 我已經多次幫 貴公司 做一些宣傳了 感謝啦 感謝你們的服務 非常好 那我們遠度重陽 可以拿到這支手錶 我是非常開心的 好 然後它這個底面的話 就有它這個一個 說明書 那整個商品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可以開始來介紹一下 這支手錶 我把這個錶盒 先放在旁邊 那 這個我剛剛講到機心 那我先說明一下 這一個手錶 這個雕花手錶它的一個 它原油是什麼 它這樣我在網路上的話 有先查一下它的資料 有一個匈牙利人 他叫 Estovan Sujjaro Jato Sujj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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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卡 它在2019年的時候 在它自己的YouTube上面 發表了一支手錶 那這支手錶的話 是它做手工雕花的 那它有把這支手錶 取名為Frozen Flower 也就是Icon系列 好 它是用Maurice Lacroix 的Icon系列的白面 白面的這支手錶 去做雕花 雕花的非常漂亮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個影片的說明欄 那雕花很漂亮的時候的話 這家艾美錶的老闆 在網路上看到了這支錶 看到之後的話 就主動的跟這一位 Estovan 的匈牙利人聯絡 問他 可不可以幫艾美錶 真正的設計一個 有在量產的手錶 他當時在2020年 年初的時候的話 談妥了這個deal 然後這個匈牙利人的話 也幫他做了一些設計 但是他發現 其實他真的太費工了 而且他無法量產 那一度打消這個念頭 那後來的話 艾美錶的話 還是繼續的跟這個匈牙利人聯繫 最後就推出了這支手錶 那他改用黑面的 那圖騰的部分的話 也改成 用這個城市圖騰 Urban Tribe的一個圖騰 來做雕刻 其實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支手錶 我現在拿來手裡面的欣喜 難以跟大家表達 不過我是很開心的 那我說明一下 這一支 Icon Icon 很多人在網路上 會把它跟 艾比錶 艾比錶的皇家像素 AP Royer Occ 的 系列錶款 做比較 那很多人會講說 這是平民版的皇家像素 其實 明副其實 確實是明副其實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確實很像 因為它現在流行 一體式錶鏈 也就是說 我錶殼跟錶鏈之間的話 它是一體式的 連結在一起 連結在一起 那現在市面上也在做一體式錶鏈的 手錶 錶款的話 有非常多 我舉個例子 天梭PRX 40 205 這就是一體式錶鏈帶的 而且 天梭的PRX 售價更便宜 比現在的Maurice 更便宜 然後呢 又有 Zenix Skyline 最近啊 剛上市 叫天際線 Zenix 天際線 然後也有 PP 我們最熟悉的PP的鸚鵡螺 Nautilus 然後呢 最早期的 IWC的工程師 他其實也是一體式的鏈帶 然後還有近期啊 非常熱門的 肖邦 APA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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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一體式鏈帶 那 像 江士丹頓 綜合四海 WC 還有 之伯的 ROREATO ROREATO 系列的話 他也是用一體式鏈帶 一體式鏈帶的好處是什麼 我必須說明一下 我們早期啊 有錶耳的這一種 設計的話 我什麼叫有錶耳呢 我拿另外兩隻手錶來做說明的話 會比較清楚啦 像這種的話 就是有錶耳 這兩隻 這兩隻的話 就是我們知道的 最近被炒得很熱 熱到過頭 沒有道理的 這個品牌 大家應該很熟悉 這個就是錶耳 這是錶耳 那錶耳的話 其實它當初是為了皮帶而設計的 它不是為了鏈帶而設計的 所以說這種錶耳 我們說是豪式錶殼 它這個的話是用皮帶 或橡膠帶會比較合適 你做鏈帶的時候的話 你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比較不好看一點 沒有那麼的柔順接的起來 所以說這個叫做有錶耳的那個錶殼 來我們放旁邊 這兩隻手錶大家有看到 哇塞 當初有買的人現在都賺的 現在售價都比當初的買價再翻一倍以上 那你如果說又是上綠水軌 或是Deton 那樣子的款式的話 那個漲幅更驚人 好 那如果說 回到這個一錶式錶帶 它有什麼好處 它就不會有縫隙 它在接那個錶殼 等錶殼之間的話 它整個就會連接起來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會好看很多 而且它在佩戴的舒適感 也會好很多 那 所以說 最近的話 這個一錶式的錶殼設計 是相當的熱門的 而且是相當的 這個 很多錶廠在採用 我介紹一下 艾美錶的這個品牌 他們公司 這家錶廠的話 它是有自製機器能力的 如果說對這支錶廠 有研究的人的話 你可以知道 有一些 他們自製機器的話 有非常多的傑作 例如像什麼呢 日力回播系列 非反功能 那像 Memorial 1 它有記憶功能的機器結構 ML128機器的話 它可以迅速切換 即時跟時間的顯示模式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即時表 但是你看不出它即時表 它一樣也是兩針 但是它同時在即時的時候 同時又可以顯示時間 只用到兩針 就可以達成這樣的功能 它是用兩個模式 即時模式跟時間模式 在做切換 而且各自獨立運作 互不相干 安套兩根指針就可以完成 那是非常厲害的 那 然後 例如像那個 Penton系列 有一個偏心月像 的手錶 那 那個 Masterpiece 江森系列的話 也有回播 月曆 偏心的設計 其中一個三針一線的 方輪萬錶 得到 紅點設計獎 2011年的冠軍設計 那我剛剛說的 Penton系列 Pothos 的偏心月像的話 它也是得到 紅點設計獎的 best of best 那所以說 以那個 愛美錶的 機芯的自製能力 還有設計能力的話 它是非常優良的 只是說 我覺得它是未來 我們在各 鐘錶品牌裡面 它是我非常看好的潛力股 它未來一定會有很大的發展 對 只要是有實力的話 都不怕寂寞 那 他們招牌 好像日曆回播 就是非常的經典 對 那 在早期 這個 19 20年代 2000年代 能夠有這樣 日曆回播的手錶 是非常厲害的 好 那我回到了 這一支手錶上面 我們仔細看一下 這個雕紋 對 真的是非常的細膩 對 而且 而且它是真正用雷射去 雕刻 不是印花的 對 對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鏈帶 其實光這條鏈帶 應該就已經不少錢了 打開 打開這個鏈帶 那鏈帶的內側的話 也有珍珠紋 珍珠紋的打磨 其實我 我說實在話 如果說是以艾米表 他們的品材的個性 跟我的這個人 個性有點相同 就是我們會在一些小細節上面 然後去展現自己的巧思 還有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 沒有錯 我說實在話 很少會有在 錶 中錶品牌 會在這個鏈帶的 蝴蝶扣的內側 做這樣子精細的打磨 這確實是很少 對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鏈帶 它也是非常的細膩 我說實在話 以這個鏈帶來說的話 它絕對不輸給AP 那當然我不會一直說 故意要拿它跟AP比 因為 所以有時候 奢侈品的市場裡面 有部分的價值是感性價值 大家覺得說這個品牌 它對得起它的售價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說這個爭論的話 沒有什麼意義 不過我說實在話 這個 反法 反法這個 過後 回到理性 其實說在我們口袋裡面 有些錢的話 有更投善的運用 對 我 如果說是以AP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覺得 Vorace.core愛美表 這個Icon系列的話 會是 相當值得推薦的一個 系列 那我們看到它的這個鏈帶的話 也是做 這個可以快拆式 快拆式鏈帶 那因為我們這是新錶 我對快拆還不是很了解 我等一下好好研究的時候 再拆它 我怕第一天開箱 就把錶拆傷了 那我在網路上看人家 在這個拆錶帶的話 都是非常俐落 對 我想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快拆錶帶 不過我說實在話 因為這條錶帶 跟錶身 這個雕畫 都是限量款 限量版的 所以說我在想 既然你都買了限量版的手錶的時候 我應該是不會去換這條鏈帶 我會一直按下去 那因為你把這條鏈帶 就是它的所有雕畫特色 給換成皮帶了以後 坦白說是相當可惜 那你看它這個錶身 這雕刻非常的細膩 對 好 很好 我很滿意這隻手錶 我很喜歡它 那它應該會陪伴我 讀過一些美好的時光 那我最後做一個 summarize 這隻手錶的話是 Morris Nacol Urban Tribe 是Icon系列的Urban Tribe 那限量500隻 是雕花的 那以我所知的話 現在在台灣 應該這是第三隻 因為我有看到兩個表友 在臉書的鐘錶社團裡面 分享了他 我也因此被他推坑 我自己又到全世界去找 終於也買到他 那他有可能是第三隻 這在世界上是相當稀少的 那再來是說 我在尋找他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他目前是炒價的狀態 就是說 超定價 也就是說 奇貨可居 限量的關係 被價格炒高了 那我能夠用原價去買到他 也是相當幸運 那整個是雕花的設計 那機芯也有雕花 錶身錶帶都有雕花 那雕花很精細 然後有快拆錶帶 搭配這個愛媒錶 ML115E5機芯 它是由 Silica Silica SW200-1去改裝過來的 那動力儲存的話 是38個小時 那大家可能會講說 38小時 是不是也太少了吧 不過我跟你講 這個 這個貴桑桑的品牌的話 它其實也只有42小時 所以說 有時候我們買手錶的話 有些錢都是 花到感性價值去了 對 那好 這一個手錶我搭理的推薦 推薦大家入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